他刚刚讲说 因为2014年本人成为名人之后 所以我不愿意去银行零贵 可是不对啊 我常常在东门市场 就买东西的时候 我会遇到陈佩奇啊 那他去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 他就不会觉得他是名人 然后遇到人的时候 他会觉得不舒服 他就会嘎嘎嘎嘎 为什么去银行的时候 特别银行这个场域 然后这个气场 然后他会觉得说嘎嘎嘎嘎 所以我要在这个网路上面来做提存 我要在ATM上面来做提存 不对啊 因为这1628万 这些钱其实都可以查得清楚 而且很清楚它的来源 从哪来到哪去 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没有人会是这样 钱已经在银行以后 我还去把它提出来 因为这些钱都已经在户头里面 他其实不用从妈妈的户头 再搬出来 再到我的户头 再用ATM再存到小孩的户头 好 那就问题来了 他昨天为什么要开这个所谓的说明会 因为不是记者会啦 是说明会 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觉得他昨天一出来 我必须承认啦 因为他昨天出来的时候 我个人也觉得对他这个最近的状况 特别是精神状况 我也觉得蛮担心的 因为很明显你可以看到他瘦了 而且他的这个整个人 是觉得说这个精神好像有一点点萎靡 我们也希望说 陈佩奇医师你可以打起精神来 那他昨天哭的梨花带雨 人憔悴我见油帘的 跟他的目的其实是敲锣打鼓放烟幕 那因为他昨天所有讲的 所有公开的 这些都是烟雾带 因为刚才阿川也好 或者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政论节目 从中午12点开始一直 我们再去讨论那个1628万 这钱从哪里来怎么搬怎么搬 他就是要我们去讨论 但他什么东西不敢让我们去讨论 就是那个保险箱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被检方所查扣的 所以你一直说 他在突然媒体爆出保险箱这个事情 检方去查扣他保险箱 他突然出来演这场 那为什么我敢说 这是出来演这场呢 因为昨天 我要在这边跟大家来讲 这个是东森 不是昨天到现场 那个ET Today 虽然都有东森两个字 但很多观众会 他在拉出来在做新闻的 对 这是昨天东森 东森他拍到 我看到东森最近每天 就很积极 他除了会做剪MV以外 他昨天连镜子里面的反射 他都看到了 而且镜子里面的反射 不只东森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而且我们仔细地看了好几遍 当陈佩琪在讲到619的时候 镜子里面那个人 就点点他的眼睛 点点眼睛 点点眼睛 然后陈佩琪就哽咽了 点点眼睛就哽咽了 就哽咽了 我家家破人亡 孩子都不敢回家 点点眼睛就哽咽了 因为孩子都在国外认出 他本来就没有再回家 原来这个触控的开关是在这边 然后呢 在谈到什么地方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镜子当中的反射的 这个影子就告诉他 OK OK 讲到这里就好了 对不对 OK OK 好 就别再讲了 那镜子反射的人是谁啊 这个现场的导演是谁啊 原来就是我们战狼小姐姐嘛 陈志涵啊 对啊 陈志涵啊 那所以我们仔细看看 现场有一个FD 在操控我们陈佩琪医师 告诉陈佩琪医师说 来来来来来来 要记得流流眼泪 OK OK 别再讲了 背后是谁 谁是那个真正在操控的 我现在看起来应该是黄珊珊啦 因为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大家看看哦 黄珊珊在讲他那个木壳 那个钱啊 怎么兜怎么兜 啊 找不到那个钱啊 这两千多万钱 到底是怎么来怎么来的时候 他是要把那个钱凑起来 去找那个发票 然后要把钱塞给宁澳 或塞给哪一家公司 这个是上次我们看到 民众党在处理 当外界质疑他们钱财的时候 他的问题 好 第二次我们又看到了 当我们在质疑说 哦 有一千五百万 是不是兜不起来 你就看到陈佩琪出来 哇 又是同样的模式 我找了一些钱 我现在凑数 我凑对了吧 你看我有没有好棒 但这边凑了一千五 还有一个六一九 还没凑出来 还没凑 还没凑 可能又会继续开记者会了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行为模式 这是民众党在对于金钱的行为模式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凑出来的就不是真的 那你们到底在掩盖什么 那平均数不是陈佩琪自己说的 那是人家教的 教的 你要这样说 把时间拉长是不是 把时间拉长 当然是密集的那一个阶段 现在人家分析会就说 有一次很密集的 去弄了一百五十几万吗 一百五十七 然后有一批弄了四百多的 四百六十二 对 人家在讲是这个密集的 这个密集的点 刚好都跟金华城的事情的前后有关嘛 人家会这样联想啊 物理是说 他自己也讲嘛 他说我每次去就要带两张提款卡 自己的密码不能忘记哦 小朋友密码不可以忘记哦 然后我就从这一台领出来 存到另外一张提款卡 不用呢 你要转账 好不好 你可以设定 设定 约定转账 约定转账 你要会多少都可以 没有上限规定 没有三万十万的上限规定 而且去银行一次就搞定了 没有必要 这边领出来 然后再存进去 你三个小孩 你今天每天坐这边买这个 你就很忙 好啦 也许 也许就说你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 还是怎么样 可是这个都完全不符合 那你说ATM转账麻烦 你也会网路汇款啊 不是吗 你那个房子的钱 汇了几次 房子的钱汇了十几次啊 这个也是转账啊 这一定是转账啊 那你就是会用转账 你也觉得很方便啊 如果你不是转账 那你就是去柜台嘛 两条路 绝对不是ATM嘛 一种就是你去柜台汇款 一种就是在家里转账嘛 那你也会转账啊 那你既然会网路转账 那你为什么要去ATM弄这一些事情 因为佩奇说他不喜欢去柜台 他说有一些银行对我很理喻 会请我到贵宾室 但我不希望让人家说我是特权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乖乖坐在角落 ATM就没有人认出我是谁 乖乖坐在角落 所以你还是有趣啊 不然你乖乖坐在角落 他说的话都叮咚你知道吗 他说我去他们 现在我去贵宾室 但是我还是乖乖坐在角落 那你就是乖乖坐在角落 还是没有讲到ATM嘛 所以他说的这一个内容 前后自己都矛盾 但是呢 他现在一直没有解开大家的疑惑就是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用ATM 而且呢 他ATM不是 他不是每次都转十万 他就这样小额小额的这样转 然后三个小额的提款卡 交上他自己的提款卡 一天要乌四岛 就说要被四个号码 而且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太密集的存款 然后都被警示 所以你看他昨天特别说 我有两张哦 我就存提存提 那高颜轮流的呢 所以他很懂啊 而且他 他是说如果转给不同的小朋友的话 转给不同的小朋友 那每一个小朋友累积的数量 就没有那么多啊 所以他还是能够跳脱那个门槛 你这个贵才是谁给你教的 真的 全台湾没人这样摸的 没有人在玩ATM这样子玩的啦 所以陈北齐 他昨天我觉得他昨天跟小王姐说 在镜子里头投射的 我觉得他昨天就是演了一出戏 然后把他想要讲的话 就这样子讲完 但是真的 你那个ATM的事没有解决 保险箱里面的东西没有解决 然后这一个 为什么有1600多万的这个事情 你是把这个历年的总和加总起来 然后呢你给你现在给媒体的这些东西 哎 几乎都是马赛克的啊 都马赛克是要看谁啦 你上海没看超市鸡蛋都马赛克 我看不 你創造这些全部都马赛克 那是要看 倒什么东西啦 不然你就给 防护你的记者看嘛 不要给我们看嘛 然后 郑哥你觉得怎么样不满意呢 应该把马赛克给拿掉是不是 不是啊 那记者看记者可以报导说我们看过 确实没有问题嘛 以示公正嘛 对不不不你 你这样都冲通这就给我们看 我这是要怎么看 连你我看你 你民众党的民意代表 看来这就没办法帮你们解决啦 这要怎么解决 这个很复杂 哎 他对你看光这一份啊 这一份 你要看他只露这一个 那上面这一堆 是什么花歌 我们都搞不清楚啊 这样能够解决大家的疑虑吗 你是越母 大家觉得你讲的内容 大家就越非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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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